我们开车到停车场去停车呢 出来以后要交费这天经地义 但是台北市有这位先生呢 他就看到人家停车场管理员呢 拿一个铁片好像可以就这样蒙过去啊 就可以让那个栅栏打开 他想要逃避停车费 结果呢就拿个铁片误导停车场的感应线圈 让电脑以为只要有车子进了出 这个进出啊没有要停车 他呢竟然就这样子一停停了三天 却让他躲掉了1300多块钱的停车费 不过呢这个手法这个轨迹最后还是被抓到了 停车场停车按钮取票 依照时间收取费用 不过有男子无意间发现管理员测试感应线圈的手法 竟然如法炮制逃避缴费 当这门张星男就拿了像A4大小的普通铁片 刻意误导地上的感应线圈 等站然开启之后呢就只身离开停车场 男子利用停车场10分钟免费进出场的规定 用铁片误导感应线圈制造有车离开的假象 开启栅栏 相同手法连续停56小时 电脑都以为只是单纯进出场 就这样逃避1300多元的停车费 你是你欠用人家的停车场啊 对不对 那当然是要依法付费嘛 对不对 那当然你说这样的方式好不好 其实业者也应该去研究改善嘛 因为之前我们这边没有放人啦 那之后 对对对 我才过来这样 男子偷天换日自以为天衣无缝 最后还是被停车场抓包 乖乖把欠缴费用补清 中文新闻刘西伟来主观讲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